欢迎来到七光年闲话 今天卧龙岗在下雨 春末的绵绵细雨 正适合回忆 今天的主人公是三男 治古八熟多亿人 1943年3月26日 在重庆南山区 王绝亚一个女孩出生了 这是陈家的第二个孩子 做律师的父亲陈思沁给他取名 陈茂萍 这个陈茂萍 就是后来的三毛 这个小女孩有大大的眼睛 总是很安静的样子 她一个人可以玩很久 喜欢玩泥巴 他们家不远处有坟场 小女孩可以在坟场 玩一个下午的泥巴 邻居杀羊的时候 小女孩站着 从头至尾睁大眼睛盯看 不错过一个画面 看完了 脸上还有满足的表情 当时的重庆 每家厨房里都有一个 埋在地里的大水缸 有一天 大家正在吃饭 听到厨房里传来水花鸡大声 桌旁没有了小山毛 大人们冲到厨房 建水缸里 有两只小脚在不停地踢打 大家赶紧把小山毛捞了出来 小女孩也不哭闹 镇定地吐了口水 姐姐回忆说 山毛最不喜欢 安部就班地做事 开始写字后 山毛就嫌 帽字太难写 干脆跳过不写了 把自己的名字 改成了陈平 她还经常把陈字的左耳写在右边 山毛爱看书 十一岁就看完了 她一生最喜欢的《红楼梦》和《水浒传》 但山毛从小就是个小意外不断的女孩 有一次 她骑自行车不小心掉到了废井里 她自己想办法从井里爬出来 双膝跌地溅到了骨头 她说 哎 烂肉裹的一层油原来就是脂肪 好看好看 山毛对垃圾也很好奇 捡到好玩的东西都当做宝拿回家 十三岁的一天 山毛被老师认定数学考试作弊 老师用墨水给山毛画了两个大眼圈 命令她罚赞示众 从此山毛一上学就身体不适 她经常逃学 甚至去坟场看书 陈家父母不得不让山毛休学在家 休学在家的山毛还是很有压力 山毛后来提到说 最怕父亲下班 父亲从没有打骂过她 但父亲的贪气让她不能承受 陈父也很沮丧 这个小女儿不融入学校也就算了 偏偏还会做出胆大妄为的事情 十三岁的山毛跟着家中帮忙的工人玉珍到屏东东港 又坐渔船 远征小琉球 陈爸爸大概想的是 女儿喜欢远行正好散散心 没想到山毛在东港 碰到一个军校学生 居然骗人家 自己十六岁了 台湾民法规定 女满十六岁 男满十八岁可以结婚 就这样十三岁的山毛 交了第一个男友 正是这一年 山毛尝试过自杀 幸好发现及时 被救了回来 陈家父母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让山毛做她喜欢的事情 让她跟着老师学学画画 看自己喜欢看的书 到了十六岁 山毛就有很多男朋友了 陈爸爸回忆说 当时山毛也很大方 在家中摆架子 每一个男朋友来接她 她都要向父母介绍 不来接她 就不去约会 陈父觉得女儿有人欣赏 是家门之光 也不阻止山毛恋爱 山毛后来跟着留学回来的画家 顾福生学画 山毛回忆到 许多年过去了 半生流逝之后 才敢讲出 初见恩师的第一次 那份金星 是手里提着的一大堆东西 都会哗啦啦 掉下地的洞魄 如果人生有什么 叫做一见钟情 那一霎间 的确经历过 顾福生觉得 三毛绘画天分有限 但有文学才华 1962年 她将一篇三毛的小说 推荐给好友 当时台湾现代文学的主编 白鲜勇 同年12月 署名陈平的小说 霍发表了 这件事改变了三毛的一生 据白鲜勇后来回忆 霍是一则人鬼恋的故事 的确很奇特 处处透着不平常的感性 在这故事里 三毛不断重复一句话 我来自何方 没有人知道 我去的地方 人人都要去 风呼呼地吹 海花花地流 顾福生还介绍了 台湾女作家 陈若曦做三毛的朋友 陈若曦鼓励三毛 向文化学院董事长 张祈云请求 去大学做 没有学籍的选读生 得到批准后 三毛进入了文化学院 哲学系读书 这时的三毛 已经开始使用英文名 Echo 他对父亲说 这只是符号 不是重阳 那个时候 就有人说三毛 是一个令人费解的 拔熟的 谈吐超现实的 奇怪的女孩 像一个谜 三毛进入大学后 马上开始了 轰轰烈烈的恋爱 他仰慕同校的才子梁光明 梁光明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一天 梁光明被三毛拦住 三毛拉过他的手 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 写在梁光明的掌心 当天的三毛 守在家中电话旁 果然如他所愿 梁光明打来电话相约 两人开始了交往 梁光明生大四死 比他第一级的三毛 很怕失去男友 他要求尽快结婚 他对梁光明说 你毕业 我修学 两人一起做事 共同生活 梁光明不值可否 三毛又说 要么结婚 要么他就去西班牙 那个时候 任性的三毛 对父母说 我不管这件事 有没有结局 过程就是结局 让我尽情地去 一切后果 都是成长的经历 让我去 三毛的死缠烂打 和逼迫 让双方都很受伤 梁光明没有选择结婚 三毛只好放弃了 这段感情 远走高飞 他自己说 如果再住在台湾 情难自警 肯定要惨死对方的 还是走吧 有人说 三毛喜欢追求幻影 创造悲剧美 等到幻影变为真实的时候 他便开始逃避了 陈爸爸问三毛 去西班牙 是留学还是善心 三毛说 还有一种可能是游学 半游半学 1967年 24岁的三毛 揣着一张700美金的汇票 登上了去西班牙的飞机 陈父记录下 零行情的情境 他收下钱 向我和他母亲跪下来 磕了一个头 没有再说什么 上机时 他反而没有眼泪 笑笑的 深深看了全家人一眼 登机时 我们挤在瞭望台上看他 他走得很慢很慢 可是他不肯回头 这时 我强忍着泪水 心里一片茫然 三毛的母亲 哭倒在栏杆上 他的女儿 没有转过身来 挥一挥手 三毛说 一个人的可贵 就是我们往往不能忘记情和爱 三毛来到马德里 很快就扎进情和爱的海洋 他形容那时的自己像个花蝴蝶 就在马德里 三毛过的第一个新年的第一天 他认识了何希 和希是1951年10月生人 比三毛小八岁多 当时的三毛在大学读书 有个日记 富二代的男友 何希才16岁 高中在读 一有空 何希就来找三毛 开始的时候 三毛还有点 被英俊少年追求的自豪感 后来便急了 要他赶紧回去好好读书 何希说 Echo 等我六年好吗 四年大学 两年服兵玉 好不好 三毛说 何希 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何希摘下头上的法国帽子 挥舞着说再见 从那以后 真的没有再去找过三毛 在马德里读了一年 三毛又爱上了 立志做外交官的德国男友 J J回到柏林后 三毛也想去德国 跟男友团聚 甚至结婚 后来 三毛又从德国去了美国 三毛出洋三年 几乎一年一换 换了三个不同语言的国家学习 出国前 三毛是没有德文和西班牙基础的 我们从三毛父亲写的文字中 可以大致了解三毛的游学生活 陈爸爸说 三毛在西班牙做了三个月的哑巴笼子 他拼命学语文 一年之后 来信不一样了 他说 女生宿舍 晚上西班牙男生情歌队 来窗外唱歌 最后一首 一定特别指明是给他的 他开始心天心地 交起朋友来 学业方面 他很少说 只说在研读中世纪神学家的著作 天晓得 以他那时的西班牙文程度 只能说出这种大话 后来他来信说去念现代诗 艺术史 西班牙文学 人文地理 我猜想他的确在念 可是治理行间 又在坐咖啡馆 跳舞 搭便车旅行 听清歌剧 这种蛛丝马迹 他不明说 也许是以为 不用功对不起父母 其实我对他的懂得享受生命 内心暗喜 第二年 山毛跑到巴黎 慕尼黑 罗马 阿姆斯特丹 他没有向家中要旅费 他说很简单 吃白面包 喝自来水 够活 陈爸爸爱女心切 其实略过了很多烦心事 山毛来到马德里一年之后 在1968年的9月6号 就写信给姐姐 要姐姐劝说父亲 同意赞助他去德国读书 跟德国男友结婚 山毛说 请你帮帮我 这事错或不错都已成定局 我改变了很多 没有一点荣华富贵名利之心 指望我穷穷的 但快快乐乐就是 明年 J一赚钱 再苦也安月寄一点点回来 给家中 姐姐 如果家里要我再考虑 我目前这一段日子 就过不下去了 但你不要去吓他们 我不是普通女孩 我不在乎美国的博士之流 我也不怕我苦 我自己找的 家里有这样一位 爱情脑的智恋女儿 陈爸爸当然有苦经 他说过 我的次女陈平 是一个先天条件 极度贫乏的孩子 无论健康 脾气 观念 敏感 任性 和自弃 都是少见的 她的母亲 和我这个做父亲的 可以说 因为家中有这样一个 刚烈孩子 过的是心灵上 备受欺凌的苦日子 那些年 她常常要出事 使得我们日日夜夜 生活在恐惧里 写到这儿 回想起那一段岁月 仍然感到 想痛哭的冲动 三毛也承认 当时的自己 水仙自恋 水仙美人士的 固引致怜 致恋的人 总是感到委屈 感到被关注的不够 三毛就常向父母抱怨 说自己一生 备受家庭冷落 挣扎着成长 陈爸爸显然不同意 三毛备受冷落之说 认为做父母的这一生 才是被她折磨 她离家远行 将家庭 爱情 与相仇 纠割勾连 成为情绪的出口 她事无巨细 都要写在家书里 家书有时 每日一封 连吃了一块肉 都来信报告 父母没有她 讲故事的本事 回信只能说 我们平安 误念 三毛却深感冷漠 有一次回到台湾 还大哭一场 说家人通信太过简单 自己要靠想象力 才能猜想家中情况 她要家人 什么事都放下 天天写信给她 看来 总是三毛的父亲 让步的时候多 三毛从马德里 还是来到了柏林 在歌德学院学习德语 一天 三毛的德语考杂了 她去找男友诉苦 没想到被男友 狠狠责备了一顿 最后还加了一句 将来你是要做 外交官太太的 你这样的德文 够派什么用场 连字都不会写 听了这句话 三毛说 我抱起书本 掉头就走出了 那个房间 心里冷笑地想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没有人要嫁给你啊 三毛以白羊做的决绝 结束了这段感情 不久飞到美国 芝加哥 伊利诺伊大学 本想专攻陶瓷 后来又在图书馆打工 在这里 三毛和一名 台湾留美博士交往了 三毛说 对方天天给她 带好吃的三明治 煮蛋和苹果 但这段情 并没有结果 经历了三年多的游学时光 1971年 三毛回到了台湾 在文华学院任教 这期间的三毛 克鱼依然兴趣盎然地 追着着爱情 他在台北有名的明星咖啡厅 揭示了一位画家 因为他喜欢对方的作品 就答应了对方的求婚 不管家人朋友们的反对 三毛坚决要与画家结婚 在即将举行婚礼时 画家的太太现身了 三毛才知道 对方是有妇之夫 在台湾 跟有妇之夫结婚 是要坐牢的 三毛再一次挥刀斩断情思 很快又发展了一段新的感情 来医治自己的情商 他在大学里认识了一位 年龄大他很多的德国老师 两人相爱了 一年后 三毛答应了德国教师的求婚 那一天 他们一起去定制 结婚药用的名片 结果当天晚上 德国教师心脏病突发 猝死 三毛难以接受 爱人死在婚礼之前的现实 他吞了一整瓶 安眠药自杀 幸好抢救及时 被救了回来 多年以后 三毛平静回忆此事 低头轻声道 那盒名片 直到今天都还没去拿 台北这块伤心地 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三毛决定再度远行 这一次的起点 还是马德里 临行前 三毛为朋友李太祥 写了九首歌词 其中一首就是著名的 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在马德里的一天 三毛的一个好朋友 让他过去 三毛刚进朋友家 突然就被人从身后抱起 他转头一看 紧紧抱住他的人 居然是六年前的少年 现在已经长了大胡子的何熙 何熙此时不仅服完兵玉 还考取了潜水师执照 他告诉三毛 自己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 他要重新追求三毛 三毛说 我的心都碎了 何熙说 我来补 三毛说 我想去沙哈拉 何熙说 我陪你去 热爱潜水的何熙 马上去遥远的 稀署沙哈拉林矿场 找到了工作 三毛感动了 他说一个人为了我 可以去沙漠 从那时起 就天涯海角跟定他了 1974年 三毛和何熙在西属 沙哈拉小镇阿犹恩结婚 何熙在沙漠中走了很久 西洋西下才找到一副 完整的骆驼头骨 他将这头骨当作结婚的礼物 送给了三毛 婚后的生活 很苦 三毛说 这个沙漠真是教会了我 怎么过苦日子 我一生在物质上 没有如此苦过 但是有何熙 我可以撑下来 他还说 我虽然住在沙漠里 在他身边 为什么我眼前看到的 都是繁花市井 1976年2月 西班牙宣布 退出西属 沙哈拉地区 该地区很快就爆发了 武装冲突 为了躲避战乱 三毛和何熙 离开了沙哈拉沙漠 来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并在那里买房定居 三毛与何熙的爱情 是三毛出名的开始 三毛认为 如果不是何熙 给了他自由 爱和信心 他一本书都写不出来 何熙不懂中文 可跟每一个人都说 我的太太是个作家 两人在一起的几年 三毛出版了 他最美好的闪文集 《沙哈拉的故事》 讲述了他们夫妻 在沙哈拉沙漠生活的经历 和他的生活感受 1979年2月 三毛出版了《温柔的业》 讲述了他们在 加纳利群岛的生活 三毛和何熙的感情 也随着岁月静好 一点点加深 他们计划要孩子 三毛开始备孕 为怀不上孩子焦虑 何熙还要求三毛 去看医生 在他们结婚五年之后的 一个晚上 三毛把何熙弄醒 告诉他 他爱他 1979年 三毛的父母来岛上 探望小夫妻 何熙非常自豪地 告诉老丈人 三毛是最好的主妇 都说好物不兼劳 踩云易扇流利脆 三毛于何熙 刚搬到加纳利岛时 陈毅童游历了拉巴马岛 三毛轻心赞叹岛上的美景 这是一个美丽富裕的岛屿 一个个唐座的乡下人 见了我们 静甜得像蜜似的 画了开来 如有一日 能够选择一个终老的故乡 拉巴马将是我考虑的 一个好地方 三毛说这话的时候 从没有想到 拉巴马成为了何熙 终老的故乡 1979年9月30日 三毛正陪伴父母 在英国旅行 突然接到电报说 他的丈夫何熙 潜水失踪了 三毛如遭雷击 他与父母活速赶到 何熙潜水失踪的 拉巴马岛 此时何熙失踪 已经两天 面对苍茫的大海 三毛双膝跪下 虔诚祈祷 祈求大海不要带走 他的爱人 晚霞隐匿 潮水消退 昊月当空之时 大海交还了何熙的尸体 三毛疯了一样 哭喊着冲向他 何熙下仗的那一天 三毛说 埋下去的是你 也是我 走了的是我们 情到不能自拔时 三毛用手去挖 何熙的坟墓 挖到鲜血林立 他对陪伴在旁的父母说 如果选择了自己 结束生命这条路 你们也要想得明白 因为在我 那将是一个 更幸福的归宿 三毛的姐姐后来回忆 要不是父母当初 在三毛身边 三毛一定跟着何熙走了 伤势过后 三毛在双亲扶持下 飞回了台湾 回到台湾 三毛才知道 自己有多红 他从桃圆机场的 飞机上下来 闪光灯就没停过 这年一个冬天的夜晚 三毛应邀 去见琼瑶 在琼瑶七个小时的劝说下 三毛承诺 我答应你 琼瑶 我不自杀 1980年2月 三毛开始接受演讲邀约 频频出入文艺圈 成了台湾文坛的知名作家 随后三毛回到了 加纳利群岛处理房产事务 1981年 在父母的劝说下 三毛回到台湾定居 他与父母同住 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到了写作上 1981年11月 由联合报赞助 三毛前往中南美洲 12个国家旅行了半年 结束中南美洲旅行后 三毛开始做环岛演讲 主讲远方的故事 三毛被观众追捧 陈爸爸偷偷买票 去听三毛演讲 结果在人潮中被挤得摔倒 最后也没能挤进去 1982年 三毛母亲回忆 三毛除了在文华大学 中文习教书 每月还有三个固定的专栏要写 兴趣来时 自己又要再写七八千字 每个月还要看五十本书 剩下的时间 有排不完的演讲和访问 几乎每天都要到早上七点半 才能入睡 早上十一点多 又要起床开始另一天的忙碌 于而这样的日子 无止境地过下去 不知哪一天 这种忙碌才会停止 但三毛认为 人生这么短 抢命式的活是唯一的办法 我可不愿意慢吞吞地老死 1984年 三毛因为健康的关系 辞去了大学教职 以写作演讲为生 这时的三毛 已经成了台湾最火的女人 她忙得不可开交 到哪儿都有大批的拥怼 时任联合报副刊主编的诗人 亚璇回忆 三毛在中国文学史上 以一个写作的人 能引起这么大的注意 产生这么大的回响 恐怕从武士以后 没有第二个 她在演讲现场 看着年轻人为了见三毛 被挤得昏过去 被踩倒在地上受伤 她感觉年轻人对三毛的喜欢 已经近乎疯狂 我对三毛说 一定要降温 冷却 不要再继续演讲了 否则会像美国歌手 列农一样 被爱死了她的观众 撒死 三毛听了劝告 很长一段时间 不再公开演讲 1984年5月 皇冠杂志社举办了一次 阴间之旅的活动 由法师吕金虎施法 带领三毛进地府一游 三毛对灵界事 越来越感兴趣 经常通过伏击 跟亡灵交流 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放在下一集讲述 这一时期 三毛还与滚石唱片签约 为对方写了一张唱片的歌词 这张唱片名叫 《回声》 三毛第十五号作品 至今流传 三毛还将何希去世的那一页 写在了这张专辑 《金氏》这首歌里 高强度的工作 让三毛的体力 被无限度的透支 连续六个月 三毛不能入睡 安眠药的用量 从一粒增加到了六粒 这一年 三毛一度丧失了记忆 有一天 他竟然被人发现在 他父母家门口迷了路 同年 三毛前往美国西雅图 接受子宫癌手术 从美国回来后 1986年到1990年 三年多的时间 三毛和父母住在一起 虽然在台湾 他有自己的公寓 三毛却选择陪伴父母左右 1989年4月 三毛首次去大陆 第一站就去上海 拜访了三毛流浪记的作者 张乐平老先生 他任老先生做了干爹 三毛在张家住了四天 老先生说 和三毛相处的四天 发现三毛很容易亲近 三毛乐观 倔强 好胜 豪爽 多情 而又有正义感 同时又有几分孩子气 这倒真有几分 像我笔下的三毛 离开上海后 三毛一路沿着苏州 杭州 宁波 定海 终于到了小沙乡 陈家祖父出生的老宅 三毛全心全力记住 那是这次回大陆的 一件最重要的事 他说 但此时 他的健康状况 已经不太好了 在走进 陈家祠堂前 三毛昏迷了七次 三跪九寇完 他第八次昏倒 醒来 再去上坟 他几乎是被人架着上山的 在祖父坟前 三毛放声痛哭 行了祭礼 临行前 他从祖父的坟头 抓了一把土 又到祖宅的井里 打了一瓶水 回到台北后 三毛把土和水 捧给了父亲 陈爸爸反应淡然 等了数秒 三毛带着哭腔说 这可是我今生 唯一对陈家的暴打了 别的都谈不上 其实三毛从大陆回来后 陈爸爸就看出了 女儿的变化 他说我不知道 你在大陆 受到过什么巨大的冲击 我只看出 你因为爱他 而产生的片片滑发 你又白了头才回来 这都是性格使然 多情至极 必反 1990年 三毛接受了导演 严浩的要约 依据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 为林青霞 夺声定制了剧本 《滚滚红尘》 这是三毛第一部中文剧本 也是他的最后一部 三毛写得非常辛苦 他当时的肌腱炎 非常严重 提笔写20分钟 就会疼痛难忍 这个时候 在台湾的三毛 偶然听到了西部歌王 王若冰的故事 他非常感动 荒凉的西北 苍茫的落日 还有那个执着地 对着一向谈取的老人 这些画面 深深打动了感性的三毛 他说 这个老人太凄凉 太可爱了 我要写信安慰他 我恨不得立刻飞到新疆 去看望他 写完《滚滚红尘》的剧本后 三毛对严浩说 我要去找王若冰了 根据王若冰的儿子 王海成的描述 三毛曾两次到新疆 与他父亲见面 还计划在新疆 买个房子定居 但因他的名声太甚 又恰逢设置组 为王若冰拍摄纪录片 在被迫配合拍摄后 两人矛盾爆发 三毛选择了离开 1990年10月5日 三毛第二次到张乐平家 张乐平发现 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 颈椎 肩肘都落下了重症 加上年前又跌伤了 三毛不断地发烧 昏厥 有时竟连软软的衣服 搭在身上都痛不可当 只能把自己泡在浴池中减痛 其实 三毛1989年 第一次来他们家时 张乐平细心的老伴就发现 三毛一天只吃一顿饭 烟抽得很凶 止痛片更是一把一把 往嘴里送 可是在外面 三毛依旧苦心维持着 三毛的形象 严浩去香港机场接三毛 他拖着行李出来 严浩想帮他提 他拒绝了 称 这样不好 这是我的形象 他就背着一个背包 到了记者面前 严浩说 陈爸爸说三毛 在一个普通而安适的环境里 你们这种族类 却可以把日子搞得 胜负情趣 也可以无风起浪 演出你们的内心突破剧 不肯庸庸碌碌度日子 自甘把自己走向大化 我不知到底这是太爱生命 还是什么旁的东西 陈爸爸不能理解 其实三毛那段时间 应该是病得很重 此时的三毛 已有了很严重的精神问题 他多次出现幻听幻觉 但三毛身边的家长 朋友都没有太当回事 1990年12月10日 三毛盛庄出席了 第27届金马奖 由他编剧的滚滚红尘 以十二提名八重的佳绩 成为金马奖历史上 被提名最多 获奖最多的影片 林青霞凭借这部电影 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获丰影后 另一个影评女神张曼玉 获得了最佳女配角 当晚的颁奖典礼现场 掌声雷动 全剧主神采飞扬 所有人都在台上 感谢一个人 编剧《山毛》 严昊导演说 山毛是所有人的小太阳 但台下的山毛 脸色并不好看 林青霞回忆 山毛当时 洋装了一个笑容 当晚却喝得大醉 试试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 劫难过来的人 山毛经常这样抚慰自己 她说 在我们过去的感受中 在第一时间发生的事件 你不是都以为 那是自己痛苦的极限 再苦不能了 然后又来了第二次 你又以为 这已是人生的尽头 这一次伤得更重 是的 你一次又一次的创伤 其实都仰赖了时间来治疗 虽然你用的时间 的确是一次比一次长 可是你好了 活过来了 一好之后 你成了一个新的人 每一次的重生 便是一个新的人 金马奖二十天之后 1991年的元旦 山毛还在专栏上发表了 跳一支舞也是好的 她写道 既然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那么现在来跳一支舞也是好的 生命真是美丽 让我们珍爱每一个朝阳在起的明天 可是一天后 山毛就住进了台湾农民总医院 这应该是早就医约好的 1月3日 山毛开刀 据说是个小手术 手术很成功 当天 山毛以晚上休息不好为名 要求护士夜间不要寻房 四日 清晨 清洁女工进入病房 打扫浴室的时候 看见坐侧旁 点滴架的吊钩上 悬挂着山毛 被尼龙丝袜吊紧的身体 山毛身着白底睡花睡衣 面容安详 做半跪祈祷状 山毛活着是个谜 走了依旧是个谜 山毛说 我想拥有家庭 丈夫 自由 艺术 书 平和 也想将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人们 这一生有太多的爱 太多的活着的方式了 他说 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 我写的其实只是一个女人的自传 我的文章是深教 不是言教 印度诗者泰格尔 有句散文诗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 而我已飞过 这是对我最好的解释 一向勇敢坚强 积极乐观的山毛 为什么自杀 最终导致山毛自杀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下一期再讲吧 现在 用山毛自己的话 来结束他的故事 我的写作生活 就是我的爱情生活 我的人生观 就是我的爱情观 我的一生没有遗憾 多彩的半生 坎坷 美丽 而哀伤的半生 我所活的一生 胜于别人的十倍 百倍 但人的一生 不值得什么 我也过得够了 你不要怕 没有遗憾 生命的过程 无论阳春白雪 还是青菜豆腐 我都要尝一尝 是什么味 才不忘来走这么一招 好了 山毛的故事第一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山毛的朋友们 尤其是女朋友们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说说你心中的山毛 说说山毛留给你的青春记忆 说说山毛给女人的启示 也欢迎大家指证 我说错的地方 谢谢